麗婷妳今天看起來心情有點難過 蠻沉重的說真的 因為我們龍哥就這樣這麼忽然離開我們 那因為我跟他有合作過 我曾經演過他的媳婦 而且是兩檔戲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他真的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前輩 所以那天手機跳出快訊我想說 就真的會遲疑 因為之前小鬼的事情也是快訊想說 什麼意思 這應該不可以開這種玩笑吧 對 但是過了十幾分鐘就確認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所有人看到的話都是很驚訝 就覺得說怎麼會突然這樣子 前面還看他在拍戲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一晃眼的話 他居然就走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龍少華到底是不是因為糖尿病的關係 那麼你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 糖尿病已經成為了國人的一個國病 台灣大概有兩百萬人呢 是有糖尿病的一個患者 那糖尿病的話 初期到底會有哪一些症狀 趕快邀請一下我們特別來賓 好 第一位呢 我們要特別邀請到的是我們神經科的醫師 黃瑋利 黃醫師 黃醫師 黃醫師呢也是我們前AZ 以及輝瑞醫藥的一個總監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許勝梅 勝梅 大家好 接下來是博鴻聯合診所院長 鄭宇浩醫師 大家好 好 歡迎鄭醫師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龍少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會突然之間呢 就跟我們say bye bye了 龍哥再會 我們永遠會想念你 來 現在外界的推測啦 那沒有證實 是不是因為龍少華呢 是有糖尿病的關係 那糖尿病呢 容易造成這個患者的血管容易硬化 長期下來的話呢 腎臟會不好 然後糖分會堆積在血管 造成那個血管的阻塞 那或許是因為這樣子 那就算他救回來的話呢 也活不了多久 那是不是因為那個龍少華有糖尿病的關係 那麼 我看報導是說龍哥這個糖尿病的事情 已經長達十二年 對 只是他一直沒有積極的去做一些東西 直到近幾年才有在運動 你說你十年前有跟他合作過對不對 其實十年前的龍哥不是長這樣 對 他以前真的是比較 比較壯 然後很飽滿 因為龍哥滿高的 所以整個就是很陽光的一個前輩 每次來都中氣十足跟大家說高 所以前幾年我看到他再度出現在戲劇中 一直都有啦 但是我看到某一部戲想說 龍哥怎麼變這麼瘦 對 就覺得 是不是身體有什麼狀況 可是他私底下他有告訴人家說 他怎麼樣了嗎 沒有 他都好陽光 因為演藝圈的人 忽胖忽瘦 你知道嗎 有時候為了一個角色 他可能就會迅速的要把那個角色撐大 或者要撐小 然後就把他變小 那為了要符合那個角色 他就把自己的身體養小了 那你們都沒有問他說 到底為什麼會變那麼瘦嗎 沒有 因為後期龍哥變瘦之後 我就沒有機會跟他合作到 對 所以都沒有問就對了 沒有 但那個時候我們也不曉得 他有糖尿病這件事情 對 一直到現在我們才知道說 他是不是有糖尿病 對 聖美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那麼的突然 是 龍少華龍哥今年六十八歲 這件事情大家非常難過 也非常錯愕 是因為龍哥一直給我們大家的感覺 就生龍活虎 因為剛剛麗婷已經提到 你知道嗎 他私底下 他都喜歡穿那個很合身的牛仔褲 然後會兩手插在那個褲腰裡面 讓他們走進來 你就會覺得這就是個年輕人 他非常嚇怕 然後從來不會想到他跟病痛相關聯 那我們知道其實龍哥在2009年 也就是12年前 他是確診是糖尿病 是第二型的糖尿病 為什麼呢 其實他這飯前的血糖值 就已經高達200 飯後已經300 這是一般人的兩倍 其實這樣的一個血糖值的數據 非常的危險 但是12年前大家可以想像 你看麗婷當時還跟他一起拍戲 對不對 他因為戲約不斷 那各位你知道演員 他是不太能夠控制飲食 其實是他大部分時間在這個拍攝的現場 有便當就吃便當 是 或者是因為龍哥喜歡吃台灣小吃 你說蚵仔麵線 滷肉飯 他都喜歡 那沒有辦法忌口的狀況之下 他是在三年前變得更嚴重 為什麼呢 他說他一天可以吃到食餐 大家會覺得他吃這麼多 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拍個兩三個小時 少量多餐 對不對 點心又來了 然後再接下來三個小時便當又來了 這食餐吃下去 他卻發現他暴瘦八公斤 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先講 因為2009年他確診之後 他只有就是吃藥 有按時吃藥 可是並沒有定時回診 因為可能他時間不是那麼確定 那後來在三年前因為這麼嚴重 於是呢 那個龍哥的太太 就幫他控制飲食 盡量吃得清淡 可是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吃重量習慣了 其實是很不適應 所以他當時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又講說 他說差點要鬧離婚 他開玩笑 因為這樣子吃他受不了 因為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也都是這樣 因為他沒有辦法忌口 不過有一件事情 龍哥很乖 他說他盡量每天能夠做 40下伏地挺身 再做三位男士 你都不見得每天做40個伏地挺身 所以顯然他是有努力 在控制自己的身體狀況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一個月 他們劇組就到高雄去拍電視劇 然後劇組所有的演員跟工作人員 都住在85的套房裡面 85大樓 9月13號那一天 有影片有民眾拍到 龍哥到高雄齊襟去拍戲 各位知道高雄非常熱 那個氣溫很高 拍到他在這個戲棚底下休息 之後到14號 那天龍哥沒有戲 但是他中午有跟櫃台打了一個電話說 他心臟有點不舒服 櫃台希望他趕快看醫生 可是之後他又打來說 應該沒事了 也許龍哥當下是覺得說 我只要可能躺一下休息一下就好 沒有想到到傍晚的時候 助理進去他房間 發現他已經倒在飯店的那個沙發上面 面容安詳 那法醫相驗之後是說 他的死因應該就是疾病引起的 那高大神法醫有提到就是說 他的研判是認為 龍哥因為拍戲然後太熱 是不是沒有適當補充水分 這很重要 這會造成 因為糖尿病的病人 血管本來就比較脆 那你如果又過度的脫水的話呢 有沒有可能血流速度慢 那14號那天龍哥 有一點點不舒服的時候 就應該是他的 因為水分不夠了 然後血流速度又過慢 所以最後造成心臟的停止 但歸咎其原因 恐怕還是跟這個糖尿病有關係 那如果倒下去的一個瞬間的話 我如果去把他送醫的話 黃醫師有沒有辦法 基本上來講 要看他受損的範圍有多大 比如說像猝死來講 我們大概會想著說 第一個是心血管有問題 那第二個是腦部有問題 比如說腦部大面積的中風也會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來講 有些時候就算在院 你也救不回來 比如說我在當實習醫生的時候 有一個在急診室 那旁邊一個陪病的家屬 就跟廣展一樣壯這樣子 那在看報紙 那在我面前就這樣 從椅子上飄下來 那飄下來就 大家當場就趕快急救 我根本壓不下去 因為那實在太壯了 就當場就死了 所以即使在台大醫院急診室 應該也是吸睛梗塞 你不一定都救得回來 你用那個電擊那個都救不回來 我舉個例子好 比如說你腦部 像糖尿病人常常那個血管會阻塞 那大面積的阻塞 尤其在腦幹那個地方 你是救不回來的啦 救回來的結果也很慘 可能一年當植物人 我一個教授就是這樣 他太太就當了一年的植物人 所以要看你受損的面部位 還有受損的面積 像肺酸塞 像這次我們在講那個新冠肺炎 其實很多快樂 那個我們講沉默猝食那個 那其實是肺酸塞 不一定是慢慢的缺氧 那肺酸塞 就是你突然有一個肺部動脈 阻塞住了 你沒有吸不到氣就死了 所以像那種要急救都很難 像那個小鬼那個動脈肌有破裂 那個要急救其實也相當難的 我一個同學也是這樣 台大教授 那救回來 可是整個腦部的功能都受損 所以像這種單面積的東西 突然之間受損 其實不一定救得回來 所以平常的檢查 平常注意自己的身體很重要 那常常像龍哥這樣 一天要做40個伏地挺身 我覺得他是比較是那種硬漢風格 所以就比較不會去就醫你知道嗎 或比較不會好好看醫生 這個才是最大的麻煩 常常男性都這樣 不想要去做健康檢查 不想要吃藥 可是有些時候撐到最後 就可能出問題一下就走了 但清雪哥 像以這個數據來說 其實等於說龍哥整個人 每一天的狀況是泡在糖水裡 對 對不對 所以我想請問鄭醫師 他這樣的情況會不會是 其實這個事情 就算不是現在 以後也有可能會發生 其實糖尿病這個東西 他可以說是百病之母 因為糖尿病等於是 我們身體的全身器官 把你的血管 你的心臟 全部都泡在糖水裡面 那糖水的話 他如果像龍哥這樣的血糖值 等於是一般的人的血糖 兩到三倍 他等於是泡在兩到三倍的 一個滲透牙的血糖裡面 血管長期而言 這樣很容易會受損 就尤其在我們大血管 像我們心臟這邊的 像冠狀動脈 你長期這樣高糖分 然後高滲透壓的環境底下 他很容易就會造成血管會硬化阻塞 那只要硬化阻塞 一開始其實基本上 都沒有任何的感覺 可是當你阻塞到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時候 開始會有這個阻塞性的 就你會開始覺得 有時候活動的時候 會覺得開始胸悶 呼吸喘 或胸口痛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警訊 他通常是一個很慢性的過程 從五年十年 長期沒有很好的控制血糖 才有可能會導致到後面 發生這個心臟方面的一個問題 那在大血管方面會這樣 他除了大血管之外 他在我們腦部的小血管 就是腦部的血液灌流 他也容易影響到 那當腦部的血液灌流變差的時候 很容易就造成像中風之類的狀況發生 有個統計就是有糖尿病的人 之後發生這個心血管的問題的機會 是沒有糖尿病的四倍以上 所以加上龍哥 他又沒有非常的穩定的控制 他的血糖狀況 等於是他的那個糖化血色素 是正常值得會要兩到三 兩倍左右 我有去查他的那個資料 大概是糖化血色素是接近十以上 糖化血色素是反映最近三個月 平均的血糖狀況 等於是他長期都在兩三百左右的血糖 泡在那個糖水裡面 那他都沒有在定期做一個回診跟追蹤 所以變成他的用藥的方式 他可能就是一直持續用原本的藥 所以其實就早期要追蹤 要控制好 才有辦法去預防這樣的事件發生 不過龍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可能是比較胖一點 然後馬上變瘦 可是從外觀裡面看得出來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館長 撞成這樣 對啊 撞成這樣子 像醫師剛剛講的是硬汗這種樣子 就居然他是糖尿病的初期患者 是 而且我很欣賞館長 在那個影片當中 他講了一句經典名言 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館長當然大部分時間都在健身 把自己的肌肉真的練得很結實 很多年輕人現在瘋狂在健身 你知道到這個便利商店去買那個 都會有那種便利包 裡面就是那種白肌肉 水煮肌肉 健身餐 就是變成男生女生都是瘋狂健身 那館長就講一句話說 年輕人不要只顧健身 然後不顧健康 為什麼這樣講呢 館長今年42歲 他就說他已經是糖尿病的前期 當然他因為隱私的關係 沒有公布細的這個數據 顯然他也是泡在糖水裡的狀況 那我們來看他的生活 因為很多人覺得 你那麼壯對不對 怎麼可能是糖尿病前期 他說你們不知道 我們來說他的飲食好了 每隔四個小時他要吃一餐 為什麼呢 各位你知道這個肌肉練著練著 有了肌肉之後 你如果不繼續練他會消 然後你要吃什麼 你要吃很多的高蛋白 碳水化合物 把這個肌肉一直讓他維持 所以他每四個小時要進食一餐 但是他吃的東西 會超過我們所有人的食量 當然我們說的所謂的什麼 五穀飯啊燥米飯 他也都會吃 蔬菜當然也會吃 可是他會有帶皮的滷肉 為什麼要吃這些東西 是因為那個皮那些東西 有膠原蛋白 然後肉呢 他其實有蛋白質 所以他要吃非常多這種 感覺上是高熱量的東西 你看那種有沒有那個 帶皮的肥肉 他一定要吃那個 那鮭魚當然就是很多 健身的人會吃啦 這個高蛋白蠻好的 還有牛排 那館長就是說 他因為每四個小時要吃一次 所以他有時候睡到半夜 他還會特地那個調鬧鐘 要醒來 他的行程很像我們養小孩 真的喔 三四個小時要起來餵吃 三四個小時餵奶 蠻像的 而且成年人還要調鬧鐘 起來吃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如果他這一餐 沒有吃碳水化而合物的話 會把他的肌肉會消失 所以他必須這樣做 可是各位這樣做之後 你去想像喔 吃這麼多的高蛋白 碳水化而合物 第一 你腎臟怎麼受得了啊 你每四個小時一直給他補 給他補給他補 他說其實我的器官被我超壞 腎臟有沒有 肝臟 來 胰臟 各方面的器官都因為 他大量的去吃蛋白質 跟這個碳水化而合物 造成器官其實狀況很不好 然後再來 你吃這些食物 就不是營養師說的均衡飲食嘛 所以官長就說 不要為了健身喔 失去健康 所以現在他要好好養身體了 他也覺得自己要調整一下自己的身體 才四十二 接下來馬上就有糖尿病了 那你接下來人生可能五十年 都跟糖尿病為伍耶 基本上要看你每天要消耗掉多少卡路里 比如說我看那個電視節目講 日本的香鋪選手 他們一天只吃兩餐 但是一餐的卡路里可能高達三到四千大 那更恐怖 那個是一大鍋對不對 對 但是你看他們常常 香鋪火鍋裡面是雞肉 所以相對的你可能要選擇比較白肉 而不是紅肉 像牛排啊或帶皮的肥豬肉 那個東西是紅肉 那個東西就相對比較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比較不好 對 還有現在可能現代人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叫做珍珠奶茶 還糖飲料啦 對 好可怕喔 對 那東西真的很可怕 對 高澱粉 對 精緻澱粉 那像餅乾啊 月餅 那個熱量還有糖量都非常的高 所以為什麼對糖尿病的人來講 有些時候忌口很難 比如說我們講蔣卿先生 他也是很難忌口 尤其喜歡甜食的人 在糖尿病控制上面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喜歡吃甜點的話 其實也是高危險族群嘛 女生也很喜歡吃甜點啊 所以你看後桌珠奶茶 對啊 一天喝兩杯很可怕耶 像我一個病人 本來一天喝一瓶啤酒 就大瓶的 他借了那個啤酒之後 很快就射死公斤了 真的 但黃醫師我有個疑問 像這些都是後天得到糖尿病 那如果是遺傳 那叫第一型糖尿病 那一般來講 就很早就開始出現這個症狀 那像一般第一型糖尿病 大概都需要打胰島素 因為他本身分泌胰島素的功能 喪失了 所以他必須用人工的胰島素來代替 那就跟遺傳比較有關 因為我曾經聽過的案例就是他 自己發現自己眼睛越來越 看不清楚 很模糊 然後他可能想說是不是哪裡 出了問題去檢查 原來居然是遺傳性的糖尿病 所以他短短半年內他就走了 但他走之前他是失明的 他是完全看不見的 所以糖尿病也會導致失明 對 糖尿病比較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比如說我們講三高好了 血壓高 血脂高 血糖高 那血壓高 血脂高 基本上都不太有什麼症狀的 但是糖尿病來 就除了心血管方面會阻塞之外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太明顯的症狀 心血管的問題 那血糖的話 因為他那個糖分高的時候 會造成血管壁的發炎 對 然後會造成一些小血管的阻塞 那眼睛是小血管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眼睛會出問題 腎臟是他在過濾的過程中 是小血管 所以你沒處理好 你的腎臟會衰竭 那個過濾功能會喪失 那你的 比如說你的腳 他血液循環不好的時候 傷口不容易好 有的要截肢 所以糖尿病是後遺症很多的病 麗婷你剛剛有講說 你的朋友有一個是遺傳性的對不對 對 那他有去治療嗎 他就是發現眼睛不行了 然後他根本完全不覺得是糖尿病的事情 所以他發現的時候是已經晚期了 對 已經好像視力剩0.2 對 已經都已經接近視力 所以那個治療有沒有用 沒有用 他半年內他就走了 醫師 那治療到底有沒有用 其實治療糖尿病 有沒有辦法完全恢復 一定要早期治療 當我們今天血糖才剛開始變高的時候 就是所謂像館長這種糖尿病前期 通常我們去檢查 所以館長是可以好的 對 控制 如果你飲食跟運動有好好去調整的話 是有辦法完全以後不用吃藥 所以糖尿病來講 我覺得胃教很重要 健康檢查當然很重要 我們50歲之後 大概健保都有健康檢查 那個一定要去做 我們通常剛剛包含的像是剛剛講 那個心血管的疾病 導致那個猝食啊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個眼睛失敏 這應該已經是算是那個所謂的糖尿病的 已經後期了對不對 比較後期的症狀 那前期我有沒有辦法自己察覺呢 它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的一個症狀出來 其實糖尿病 它在前期最常見的症狀是叫做三多一掃 三多就是基本上糖尿病病病人 他們一開始會容易嘴巴乾 會一直想吃東西 一直想喝東西 然後會發現尿量一直很多 喝很多然後尿又多 喝得多尿又多 原因是因為我們血糖剛開始增加的時候 我們就想像我們自己是一個容器 那個濃度糖分很高 你會想要一直喝水來把它稀釋掉 可是因為我們身體的控糖能力出了問題 就是你吃進去的澱粉 它沒辦法好好地吸收代謝 所以變成我們的血糖還是一直在很高的狀況 你只要一吃東西血糖就高 這時候又想喝東西 所以一開始比較常見的狀況是很容易喝得多 又尿得多 那到最後面我們到了五年十年之後 才會有所謂的這個心血管方面啊 視網膜神經啊 腎臟方面這些問題出現 那一掃的話就是在糖尿病 剛開始發現的時候 會發現體重開始會莫名其妙 我們吃了像館長 像吃了七八餐 可是那個體重還是一直往下掉 不明緣一直往下掉 那這時候可能是糖尿病前期的一個徵兆 那一般人沒有這種危機是想說 耶 我越來越瘦 可是我卻吃的東西都很好 對 吃了很多 其實你身體出問題 對 下降了 真的要警訓 好 那如果找發現的話 找治療的話 要怎麼樣治療 像那個館長的話 它叫做糖尿病的前期 那前期我有沒有辦法把它控制 是 其實前期控制最大的重點 就是一個是飲食 一個是運動這兩個方面 對 飲食的話其實我們最好要吃 叫做DGI類的食物 什麼是DGI類 就DGI類的東西是它 它比較是原型食物 就是你吃進去之後 它的血糖上升是 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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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上升 那它不會讓你的血糖 一下子增加太快 就是它在吸收 身體吸收是慢慢吸收 像原型食物像是 臭米飯 地瓜 燕麥 這些都比較屬於是 原型類的食物 就DGI類的食物 那你要盡量少吃這個 所謂的高GI類的食物 高GI類的食物 就像是比較像 精緻澱粉 麵包 甜點 白米 或是白色的麵條 這些都是屬於高GI類食物 高GI類食物就是 我們今天身體一吃進去的時候 它的血糖上升是這樣 馬上上升非常快 這樣馬上上升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你的血糖 調控已經有問題了 你又吃很多的高GI類的食物 你的糖分 其實根本沒辦法完全吸收 導致我們血管中的血糖量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然後後面就會造成 後續這些併發症發生 所以第一個飲食方面 就是要以低GI類食物為主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在運動的方面 運動方面其實我們建議 糖尿病人要多做這個所謂的 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 像是我們一般 像做慢跑啊 或是做這個踩飛輪啊 這些都是屬於有氧運動 重點是要 心跳超過120 130下 然後要持續超過 最好超過30分鐘 到40分鐘以上 原因是我們身體在前30分鐘 其實基本上我們是在代謝 我們的這個糖分 到後面10分鐘 20分鐘 如果你想減重的話 這時候會去代謝你的這個脂肪 所以如果想減重的話 到40分鐘以上 它是可以幫你代謝這個脂肪的 所以就是有氧運動的話 它是可以增快這個身體的 新陳代謝的一個效果 那重量訓練就不行對不對 重量訓練其實它是比較 屬於比較不行的 像如果你都只做重量訓練 變成你需要耗費很大量的這個肌肉 它是要無氧 很大量的糖分 對 那是無氧 就像那個館長這樣子 也許再試試看 下一個動作 إذا 這不會帶著 他們有不乎 通常的頭 敵說 會生辨 善 解釋 解釋 解釋